一个小学生写了篇吐槽妈妈的作文 老师的回复竟然火了 让全网的父母都为这位老师点了赞 这位小学生以我的妈妈为作文主题写道 我的爸妈他们睡了我就得睡 他们醒了我就得醒 出门玩嫌我花钱 在家待着嫌我烦 我不说话就是哑巴 我说话就是顶嘴 吃穿只和差的比 学习只和好的比 看电视眼睛会瞎 玩手机眼睛会瞎 看书就不会瞎 世界上最棒的闹钟是妈妈 我让她七点叫我 她六点就起来了 然后还告诉我赶紧起床 马上八点 老师批改作文的时候 看到这篇作文 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并且为作文留了一句话 很真实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妈妈 老师的妈妈也是这么对待老师的 但老师还是可以这么优秀 你会慢慢明白 被妈妈叫醒 其实是一种幸福 你现在经历的 以后必定会怀念 这位老师的回复 打消了学生吐藏妈妈的念头 还让她知道 这是一种母爱 词字幕 并且未经历的 并且未经历的 词词 并且未经历的